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香港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挑战 尤其是在融资和市场策略方面 根据DBS的调查 香港的中小企业主希望在亚洲市场扩展业务 但融资问题却成为他们最大的障碍 此外 我们也将关注香港金融界如何通过数字代币来现代化金融交易 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如何影响整个金融生态系统 最后 我们还会回顾香港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 以及政府对体育人才培养的支持 我们将揭示这一切背后的故事 并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塑造香港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香港蓬勃发展的商业和金融舞台上 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市场策略成为其增长的关键障碍 根据南华早报引用的新加坡银行集团DBS的一项调查 香港及广东南部的中小企业拥有者 热切希望在亚洲市场拓展业务 然而 他们却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尤其是融资问题 调查显示 这些企业更倾向于在大湾区的九个城市 以及其他内地城市和新加坡寻找更多的商机 扩展的主要动机包括利用供应链 降低运营成本 以及接触大规模的消费者群体 DBS执行董事兼中小企业银行部主管王立凌指出 健全的政策框架对于帮助中小企业应对当前市场挑战至关重要 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80%的香港及大湾区城市的中小企业 正在积极计划或已经参与亚洲扩展的努力 尽管充满雄心壮志 但区域扩展并非易事 法律税务和合规问题常常成为中小企业的挑战 而文化和语言差异以及对新市场的不熟悉也增添了复杂性 融资需求是显著的障碍之一 约三分之一的内地受访者和28%的香港受访者表示有强烈的融资需求 香港的主要银行包括汇丰银行 以承诺将继续支持本地小企业并加速审批流程 这是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因中小企业对获得贷款困难的投诉日益增多后做出的回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小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 还包括政策的支持 法规的指引以及市场的开拓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亚洲市场中稳健成长 另一方面 香港的金融界正在通过数字代币推进现代化金融进程 Mikai Asia报道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正在主导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旨在简化传统资产的交易 这一计划在国际金融中心启动 吸引了不少金融高管的目光 HKMA的首席执行官于伟文指出 代币化有潜力使交易更高效 透明且成本更低 这一试点计划涵盖多个主题 包括代币化债券和基金交易 目标是提高交易效率并降低相关成本 此举还旨在改善流动性管理 通过代币化的回购安排和担保债券 以促进资本流动 环境和可持续性方面的创新也在计划之中 电动车充电站收入将被代币化作为证券提供给投资者 推动基础设施的发展 此外 碳信用的代币化将有助于解决市场中的重负计算问题 贸易和供应链方面 电子提单的代币化预计将提高贸易效率 降低伪造风险 这项计划吸引了中国银行 汇丰银行和扎打银行等金融机构 以及微软和阿里巴巴旗下And Digital的参与 香港的数字代币计划被视为创建一个活力充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的重要一步 并可能为未来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突平道路 在体育领域 香港的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上的成功 为未来体育人才的培养带来了希望 据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斩获两金两铜 其中张家朗在男子个人花剑比赛中成功未免金牌 而孔繁荣也在女子个人重剑项目中夺冠 游泳选手霍启刚和乒乓球选手黄俊廷等运动员 在比赛中展现了出色的实力 激励了新一代的运动人才 黄俊廷回忆起 他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受到激励 开始追求专业乒乓球的梦想 他指出 政府和香港乒乓球总会对运动的支持 极大促进了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多年来 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改善训练设施并加强支持网络 助力培育下一代运动员 香港政府为体育发展提供了超过600亿港元的资金 并注入运动员发展基金 以支持包括羽毛球新星杨雅婷和杨佩玲在内的精英运动员计划 这些资助不仅提升了运动员的训练计划 也改变了社会对运动员的看法 随着香港和广东省 澳门 共同筹备第15届全国运动会 体育热情在全市蔓延 运动员们期待着与内地队伍进行联合训练 并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实力 他们强调 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不仅提升了训练质量 也改善了运动员的生活 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竞技压力 在运动世界中 黄俊廷等资深选手也致力于激励下一代 他们与年轻人分享经验 帮助他们应对压力 并为未来做好准备 这一切显示出香港体育环境的改变 体现了对运动人才的长期投资和支持 通过这种持续且有效的支持 香港的体育未来无疑将更加光明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香港中小企业的增长 面临着融资和市场策略的主要障碍 根据新加坡银行集团DBS的调查 香港及广东南部的中小企业拥有者 渴望在亚洲市场扩展业务 但在寻求增长的过程中 特别是融资问题成为他们的首要担忧 香港的中小企业更倾向于在大湾区的九个城市 其他内地城市以及新加坡寻找更多客户 这显示出业务扩展的地理偏好 DBS的调查揭示 在大湾区的企业中 香港和新加坡被视为首选市场 这些企业主要受供应链优化 降低运营成本 以及接触大量消费者的驱动力影响 DBS在9月份 对200位中小企业拥有者和决策者 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 政策框架的健全 对于帮助中小企业 应对市场挑战至关重要 这些企业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雄心 尤其是在亚洲扩展的计划中 DBS强调 区域扩展并非意识 法律 税务和合规问题 以及文化和语言差异 对新市场的不熟悉 成为显著的障碍 跨境支付和收款能力的 高效银行解决方案 被视为可以帮助中小企业 简化跨境业务 消除时间成本等痛点 融资是香港中小企业的主要需求 约三分之一的内地受访者 和28%的香港受访者表示 他们对融资有强烈需求 香港主要银行 例如汇丰银行 承诺将继续为本地小企业提供资金 并加快审批流程 以应对中小企业 获得银行贷款困难的问题 市场进入策略 和当地法规的信息需求 在中小企业面临的障碍中排名第二 企业对监管问题 合作模式和本地化策略的见解需求 也很强烈 这些需求显示出中小企业 对避免代价高昂失误的重视 中小企业拥有者 希望政府能推出更多措施 来振兴行业 包括品牌发展 技术进步和资金支持 香港拥有约36万家中小企业 这些企业被世卫经济的活力来源 占全市所有企业的98%以上 雇佣超过120万人 占出公务员外的44%劳动力 这些数据不仅显示了中小企业 在香港经济中的重要性 也反映了他们 在面对挑战时的坚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香港中小企业需要的不仅是资金 还需要政策的引导 法律的保障及市场的开拓 以在竞争激烈的亚洲市场中立足 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融资确实是香港中小企业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 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策略就不重要 事实上市场策略往往是中小企业能否突破瓶颈 实现国际化的关键 尤其是在亚洲这样多元化的市场 理解和适应当地的市场文化 消费习惯显得尤为重要 就像是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 用策略和智慧战胜了势力更强大的敌人 香港的中小企业也需要类似的策略来拓展市场 楚天书 你的策略论的却有道理 但没有足够的资金 市场策略再好也是只上谈兵 就像诸葛亮虽然有天才的计谋 但如果没有足够的军队和物资支持 也难以成功 香港中小企业的现实就是 没有钱 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 更别说拓展海外市场了 既然调查显示融资是最大的担忧 那么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 就是最迫切需要的 然而谢其器资金并不是万能的 你看李嘉诚早期发家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充足的资金 而是他懂得如何利用资源 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对于香港的中小企业来说 能否获得市场的认可和消费者的信任 比单纯的资金投入更为重要 没有市场策略的指引 资金可能会花在无效的地方 再者 跨境支付和高效的银行解决方案 这些都是策略的一部分 能够帮助企业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更加有效地运作 楚天书 你提到的李嘉诚的例子很经典 但它毕竟是一代传奇 并不适用于所有中小企业 现实中更多的是那些努力奋斗 却因为资金不足而被迫关门的企业 即便有好的策略 没有资金支持 连开展初步市场调查 或是试探性进入新市场的成本都承担不起 况且 市场策略需要专业人才和时间的投入 这些都需要资金支持 香港的中小企业急需的是 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 而不是空泛的市场策略 谢琪琪 你说的这些并不无道理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香港中小企业的创新精神和灵活性 这些企业的成功往往依赖于 他们能够迅速适应市场变化 找到市场需求的空隙 资金可以解决短期的困难 但长期的竞争力 仍然依赖于企业 在市场中的定位和策略 这也是为时摩我强调市场策略的重要性 就像一个会下围棋的大师 他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有多少棋子 而在于如何运用每一颗棋子 楚天书 我同意创新和灵活性是中小企业的优势 但在现实中 资金的短缺往往限制了这些优势的发挥 你提到的围棋大师固然需要策略 但如果棋盘上少一半的棋子 再怎么高超的技艺 也难以取胜 中小企业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个更健全的融资环境 这样才能有实际的资源去实施他们的市场策略 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创新能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香港的中小企业 SMES面临着成长瓶颈 其中一个最大的障碍是融资 这正如新加坡银行集团DBS的调查所显示的 这些企业家们希望在亚洲市场中扩展业务 但面对着法律 税务 文化以及市场不熟悉等重重挑战 尽管他们对于市场的扩展充满雄心 但对于如何获得所需的资金和市场进入策略 仍然有很多疑问 DBS指出 拥有高效的跨境支付银行解决方案是关键 这将帮助企业在跨境业务中减少时间和成本的损耗 也许 香港政府应该积极面对 针对中小企业推出更多的政策支持 比如改善金融服务的灵活性 以及推出更有力的品牌发展和技术进步措施 在金融领域 香港则正在努力引入数字代币化来现代化传统资产的交易 这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主导的计划 通过代币化 不仅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和透明度 还可以降低成本 同时减少结算延迟带来的风险 这项措施的试验性质意味着它可能会成为未来香港金融的一大支柱 特别是在面对全球金融市场变化时 资本的自由流动更加重要 这其实也反映了香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位置 如何随着科技的进步而进一步巩固 并成为一个更加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中心 同时在体育方面 香港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创下了历史性的成功 这不仅为城市带来了荣誉 也显示了政府长期投资与体育发展的成果 运动员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出色表现 部分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优良的训练资源 香港政府在体育上投入的600亿港元 体现了对培养体育人才的重视 使得更多年轻的运动员能在国际赛场上展露头角 这不仅增加了市民对体育的兴趣 也改变了对运动员的社会认知 让更多的年轻人敢于追求运动梦想 总结来看 香港的中小企业、金融和体育三个领域中 都显示出了香港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决心 通过政策支持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通过数字代币化刷新金融交易模式 以及通过加大对体育的投资来培育城市的新世代运动人才 这些措施都旨在强化香港作为亚洲以及全球重要城市的地位 面对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 香港需要在政策引导 资金支持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提升 方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